惊险的事故来看到这一名驾驶 开着大货车行经通宵证实 结果却在为了要买东西 就把车辆停在一个交叉路口 结果后方一名机车骑士 疑似不满货车挡路 就直接走到车辆的前方 还拉下口罩大声飙骂 结果太高的进车到了 另外一辆轿车擦撞 警方获报后也针对挡到的男子开罚 并且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送办 黄一男子站在外侧车道 遭到自小客车擦撞 但他还是持续阻挡大货车去处 并且打电话绕囊 大货车驾驶无奈按喇叭 希望尽快驶离不要影响交通 但黄一男子还是不断大声叫骂 就是不让大货车开走 民众他骑摩车过不了 然后卡车他停在路中间 所以民众跟他骑针子 附近民众表示大货车原本 行经苗128线暂停到路旁买东西 可能因此挡住了黄一男子 他才会走到大货车前方 不让驾选离去 但过程中黄一男子拉下口罩 又违反交通规定 反而遭到警方开罚 警方表示针对这名男子 除了依涉违法告诫之外 也开立行人违规告发单 以及卫义规定配戴口罩举发单 只是男子不满大货车违规停车 可以向警方检举 但却用错方法反而吃上罚丹得不偿失 记者张兴杰妙力报道